来,今天就要看一下S1勘探 溜不溜得动博士 诶,正好上来抓勘探了 伟大的勘探员487曾经说过 勘探员就溜不动博士 这个是原话 我们来看一下现在新进的S1勘探 怎么说,操作 田老师的博士 老观众应该知道 田老师的博士的话呢 基本上只要他打 就霸绑在前三 诶,这边勘探员 勇动状态博士 勘探员现在 应该是没有多少操作空间了 博士这边压过来 刀亮着 有一手飞轮 没能交出来 溜不动,溜不动 真溜不动 S1勘探员也溜不动博士 下一次我们再找机会来看一下 呃,我记得我观战过 这么多博士勘探的对抗 可能没有个五六十场 也有个三四十场了吧 我觉得好像我印象当中 有一次一位勘探员是溜起来了的 抓住了机会点溜起来了的 仅此,都是最高分段的对抗了 这边的话是处理完 诶,躺着也中枪 这一刀冲过去是想砍佣兵的 没想到砍到了这边的古董伤 那这刀很香呀 勘探员这边教自己 田老师回不回头 想打一刀佣兵再回头 没打到,走了吧 再追呢 这勘探员会不会狗起来 因为这打不过嘛 这就只能狗了呀 田老师这边似乎是想要控这边半场的密码机 所以说他压根没有再去针对这边的看待 也行,我们来看看密码机 因为这条地图是可以控这边半场的三连或者四连的 目前已知呢 可以看到就是这个半场 加上桥上面 总共四台机子 田老师只需要控制三台 我要抓这三台机子慢慢慢慢去消耗群者 最好呢能够形成一个淘汰 淘汰掉这边的勘探员或者古董伤都可以 任一个 基本上这局是一个锁定多抓 以田老师的实力来讲 这一波 好像勘探员有点操作性了 因为还没有涌动状态 再找角度 好的,那这样的话 求者其实需要趁着现在这一波 赶紧去把密码机抢开 这个时间点是一个抢密码机的时间点 看他又说我撑住了 你们快抢 对吧 状态 这个时候的状态 真的我觉得没有密码机来的重要 飞轮交调好的 这边的话还有两块磁碟 来看一下 S1勘探 古董商这边的话 桥上的机子在抢 主要是刚才佣兵这台机子 没有修吗 这边杂技也没有修 一个冲刺倒地 其实佣兵这台机子 能抢掉的话就非常关键的 这边传送落地 找古董 虽然说刀砍不着 但我可以冲刺抬你啊 这边找角度 一个冲刺好的 因为冲刺不算普通攻击嘛 这一波打完佣兵补状态 有没有错 其实我们站在上帝视角来看呢 我个人感觉是抢刚才这边的机子会更好一点 但是佣兵这边选择补状态 我觉得也没什么太大问题 想把这状态补起来 补补起来 再操作一个重机 带走 好的 现在场上面两个两岛 佣兵这边 二岛 勘探二岛 应该是没了 应该是没了 如果刚才能够抢密码机的话 但这个东西不太好说 就是没有人能想得到 这个勘探员能扛得住 对吧 万一勘探员扛不住 好我这边去摸机子 是不是勘探员倒地了以后 反手过来这博士又来抬我了 对不对 没有错的 只是呢 因为我们上帝小来看 就是当时这个节奏点的话 我个人觉得抢机子能抢开 因为那波如果不抢开的话 这个机子可能就 一直抢不开了 一直抢不开 看探员这边起来了 三块磁铁 三二四秒的传送 这边古董商还在绕 古董商 探探员 本来打其他监管者 一个爹一个妈 但是打博士 那 对吧 这两个小崽子 虽然说用词不是很好 但是确实就是这样子的 完全操作不动 古董商可能会比看探员好一点 冲刺过来 佣兵这边的话 杂击一颗球 佣兵这里 要倒 佣兵是倒地淘汰 三秒钟传送 看探员这边起新机子 核心问题 还是这里的一个四连机 是真的一点办法没有了 田老师就站在这边 他的一个控场辐射范围 刚好能够辐射到这四台机子 就只有一个机会点 就是在过程 牵制的过程当中扛住了 这里 古董商是个雕字器 看探员这边的话 飞轮有没有啊 磁铁 携手 你真别说 S1看探 真不会是S1看探 我觉得 但凡操作没有这么顶 老好早没了 他甚至把自己都用完了 你敢信 再交个飞轮 杂击过来抢这台机子 抢完这台机子 还剩桥上这台机子 桥上机子已经抢掉了 那还行 那还行 就至少这个局 可能有密码机点亮 修完的一刻了 这里看探员还在牵制啊 还在牵制啊 大哥你牵制的真有点久啊 89 这杂技的机子修完了 再过来帮忙扛刀 快来我需要帮助 我不信的呀 这 那杂技先倒一个 古董上这片机子要亮了 哎 亮了以后 看探员 这就是国服 这就是国服 玩儿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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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跳 雷 古董上这边回头 杂技 传送过来 开个车 或是这边找机会要想要跳砍上来 开车走 然后杂技要悄悄的 对 杂技要悄悄的绕过去 把门点开 古董上这边跳地窍 古董上现在手里面有一个飞轮 飞轮 在家 哎云门 交完棍子 可惜地窖不在这边 地窖要在这边的话还真有可能 哎呦 我跳 田老师应该没有想到杂技会在这边 因为想到的可能是杂技会点另外一边的门 在这时候其实求生者有一说一 这把求生者我觉得挑不出毛病了 即便过程当中我觉得可能他们应该先抢机子 但也这是在上帝视角 就是看到了看待员牵制起来了以后的一个马后炮 但是他们的所有牵制操作我觉得还是非常顶的 感谢大家朋友们下期再见 拜拜